大家好,我是Zag Chia, CEO & Co-Founder of PundiX PundiX的年代是很棒的年代 而且最近,我们也发布了一个公众的Codename FunctionX 所以今天,我们会告诉大家 what FunctionX is 和我们今天是Pit Huang,我的 Co-Founder & CTO Pit,你可以告诉我们FunctionX 是这样的 我们在研发FunctionX这个项目之前 我们团队的每个人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区块链是一个非常革新,还有非常具有潜力的技术 但是它并没有造成全行业或全社会或全世界的一个深度的变革 就类似于像2000年左右,互联网技术给全世界带来的变革 它产生了一批非常伟大的公司 就是你们现在通常所看到的这些公司 那么包括在2007年的时候 苹果发布了新的iPhone 然后它所带来的移动互联网 那么这两项技术变革给全世界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每时每刻,就是每个角落都在使用这样的服务 所以这些东西呢,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深度变革呢 我们觉得区块链一样可以去复制它 或者是可以去造成更大的影响 但目前所有的公链,还包括目前所有的行业 目前行业中的所有团队可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想要去通过FunctionX这个项目去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FunctionX这个项目在立项的时候呢 它设定的目标就是它可以让所有的目前所有的移动互联网 还包括互联网的内容都可以去去中心化 那么怎么去彻底的去中心化 而且能够跟目前所有的产品的功能也好 还包括体验也好,都可以完美的衔接起来呢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条公链 那么我们需要了几个,一共是五个方面 有五个系统组成 那么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公链 那么然后是我们自己深度定制化的安卓系统 是安卓9.0系统 还包括全新的通讯协议FXTP 还包括去中心化的存储 我们已经深度定制的中心化存储系统 IPFS 还包括一个去中心化的Docker 就是FunctionX的Docker 那么这五个部分组成的全新的系统 它可以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现在所有的智能设备 还包括所有的系统可以彻底的去中心化 而且永远的可以这样运行下去 对,所以有五个系统组成的FunctionX 第一个是FunctionX 第一个是Blockchain itself A High TTS Blockchain 第二个是A Operating System A Modified and Enhanced Version Android version 9 The third one is actually a Docker A Docker Decentralized Docker And then we have FXTP And also an IPFX So why don't you show us the demo of the functionX A